雷尾聊四季天天總更新 大家好我是雷尾 今天要來看達魯P2人對上立陶宛人 這場比賽是比賽地圖 那我們先稍微講一下文明的部分 文明的部分的藍方是達魯P2 達魯P2有漁民跟漁船雙倍的載量 可以載30個肉 所以他在捕魚的情況下是有個優勢在的 但是這張圖的魚其實並不多 大魚捕完之後還是要靠魚網 才可以繼續來支撐他捕魚的優勢在 要達魯P2除此之外 每升級一個時代都會增加200木頭 這200木頭可以讓他前期發展更好的經濟 可以撒更毒農田或是城堡時代 直接蓋個TC出來 或是直接打個強攻 插個什麼BK修道院 潛壓也可以 達魯P2算是新文明裡面 偏難用的 因為他的一個特性來說算是不太好發揮的 尤其是這個烏茲鋼 步兵 不好意思 是這個步兵跟騎兵 攻擊有武士傷害的一個效果 但是他的騎兵並不太強 沒有品種也只有新騎兵而已 所以騎兵的武士傷害的感覺也沒有特別的強勢 那WP圖最強大的還是他的毛兵 攻速特別快 那加上他的烏茲鋼步兵 打起來可能會有一番效果 那最特別還是他的相公 相公有這個攻速加成 所以他打相公步兵騎兵路線 是可以稍微思考一下的 好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黃色 黃色是立陶宛 立陶宛一開始食物會加150肉 所以前期可以打一些特殊棒棒快攻 或者是一些特殊的打法 或是高速職程 高速職程或者是風塊都可以 那目前這張地圖 一開始是9人口開局的 原因是特殊地圖的關係 所以村民一開始就比較多了 所以這150肉感覺 讓立陶宛並沒有太大的優勢在 那立陶宛最特別的地方是 他沒減一個生物的時候 會增加奇兵的一攻 那也會包含他的寶兵獵蹄式的傷害 那缺點就是 他只有二攻的傷害加成 鍛造技術只有到兩等 所以他的生物至少要減到兩個以上 才可以跟三攻打平 那建議 能減到四個是最好 但是這張地圖的生物 其實分佈來說並不多 而且我覺得這張地圖怎麼看起來 對立陶宛有點優勢啊 這個聖物都偏靠近立陶宛 阿達魯P圖怎麼這邊只有一個 看起來超級奇怪的 這個地圖分佈 這也是 運氣也是比賽實力的一種 好 那立陶宛出之外 還有這個毛兵跟長香兵移動速度的加成 所以他的毛兵跟長香兵算是也是蠻好用的 而且到了帝王時代還可以疊上塔盾技術 可以讓這個毛兵到遠防死的一個效果 強如射塔只有1滴 所以立陶宛的毛兵是值得注意的 還有這個長香兵的部分 好 那達魯P圖這邊是選擇了一個吃魚開局 應該正常都是吃魚啦 兩邊都是正常吃魚 那通常封建時代不會按太多的魚船 通常都是按到大概5艘魚船左右就會停魚船 那封建時代移上去就要來出這個戰船或是火蒙筒 去做一個騷擾對方魚船的動作 所以這邊魚船千萬不能出太多 那由於這個是比賽地圖關係 村民一開始的配置就不一樣了 所以這邊他們可能打算是3隻魚船就不再繼續做了 正常情況下是可以出到5艘的 那由於這邊可能很快就上了 這邊可能要再蓋一個魚港 再蓋一個碼頭 雙碼頭的話打海戰比較容易打贏 那碼頭會繼續補嗎 還是兩邊沒有要補呢 但我覺得這一場來說 立陶宛要打贏海是比較困難一點的 因為他就算打贏海的話 頂多是讓達魯P圖的一個海的優勢消失而已 那我覺得這張圖要奪取海是非常困難的 因為中間像是套金草的這個地形一樣 那兩邊感覺打起來 我覺得誰拿到海的一個優勢的話 就是可以用這個自爆法去炸對方單位 是比較有優勢一點的 而且這個戰船也可以是這樣子一直在中間 做一個巡邏動作 那達魯P圖他的優勢就是一開始 上封建時代就有200目 所以出這個火蒙頭來說會比較沒什麼壓力 但立陶宛來說的話可能出個兩艘之後就會開始有點會斷 斷木頭跟黃金 所以這個木頭跟黃金要挖的非常多 這個黃金箱只有四個人挖 然後馬雙就要斷了 這邊按完之後就會開始斷了 但火蒙頭這邊三個馬頭直接出 一開始封建時代就有優勢了 這就是我說的達魯P圖 他在這張圖會比較有優勢一點的原因 他的木頭比較多 自然覺得就可以把黃金配的比較多一點 你看立陶宛只有配四金 達魯P就是七金 這就是他的一個前期的優勢 當然西伊德國也不是完全就是這麼一定的 必定是即時戰略 戰場上的變化是瞬息變化的 沒有絕對是一定是怎麼樣的一個結果 這個一個反打不錯 立陶宛這邊直接回頭收掉 後面有一個自爆發過來想要來做一個支援 這邊可以炸到一波的感覺 炸到一個滿血的還不錯 這邊直接把滿血的炸到殘血 這邊直接炸掉一艘 立陶宛這邊開始陷入了劣勢 這邊雖然也是三馬頭 但是這邊經濟有點快要跟不太上了 沒有還是有在出 目前達魯P圖拿到一個小小的優勢 但是並沒有把殘血的魚船 不是魚船火蒙桶拉回家補血 這裡的話我會希望會拉一圈去做修理魚船動作 不是魚船火蒙桶 一直講成魚船 這邊趕快修理 修理之後用一勺去稍微探索一下 看一下對方的海軍軍力如何 除此之外家裡的經濟配置還要再顧一下 因為你的魚船可能被騷擾到或是減少的情況下 自己的路上的配肉就要配多一點 不然會斷村 那我想魚船的話 沒辦法再繼續補更多 如果現在補魚船的話 勢必海戰會打輸 那你這邊魚船出太多也沒用 所以現在這個肉的經濟配置是顯得比較重要一點 好這邊自爆法過來可以炸個漁船嗎 漁船趕快跑 感覺要炸到了 但是這裡不選擇直接炸漁船 要來炸火蒙桶 但是這邊散開的速度非常快速 後面一勺自爆法過來炸個一波 直接炸了一堆船的血量 這邊我覺得炸得非常精銳 一勺自爆法直接逆轉了戰局 大陸P圖本來是一個大優 現在變成五五開的感覺 立陶宛現在目前有點小小優勢在 但是也不能太放縱 因為他自己本身打海戰沒有太多優勢的 立陶宛目前木頭有點多 這邊黃金可以再稍微再配多一點 再拿村民來修 OKOK 兩邊都有在做一個村民修戰船的動作 這張地圖啊 牆中間就是這麼的重要 自爆法拿到之後 就可以一直用自爆法去炸對方的單位 那中間這塊金也會比較 踩得比較輕鬆一點 不然你海戰拿不下來 中間這塊區域金礦是很難獲得 那達羅皮圖這邊稍微有點休息一下 沒有再繼續照鏡了 這邊稍微再修一下戰船 兩邊都要上城堡3號有段距離 現在兩邊都瘋狂在爆戰船的部分 所以並沒有太多的經濟可以上直層 這邊炸一下魚船 OK 但是如果炸掉之後沒有自爆法 上面的戰線就會很困難 魚人自爆法現在還有一艘在這裡 那兩邊都沒有打戰船 都是打自爆法 這邊會覺得到魚人自爆法跑比較快 就碰了 OK 只炸到兩艘還行 這邊散的也是蠻好的 這邊回頭打一下 但是這邊拉到殘血去打 這邊現在回頭的話就出事了 因為現在下方也在打 現在兩邊有點空不太過來 上方直接做個撤退 那直爆法回頭炸個一下 OK炸到了一艘 那後面有兩艘有點半殘血 那目前上方的船的數量是不夠贏的 下方的血量也是非常殘 喔 達魯P2這邊已經有做個微操 把殘血的往後拉 讓血度去往前坦傷害 那現在變成兩面夾擊的狀況 立陶宛的優勢越來越差 達魯P2果然拿到了一個海上優勢 那目前海線全部潰敗 立陶宛會再繼續出火蒙頭或是自爆法嗎 這邊要是不拿下來的話 中間要奪取這塊金礦區是顯為困難的 不太好獲得這塊區域的 那如果中途要再搶回來的話 可能要一直用自爆法這樣一直炸 真的耶 還有炸個一波 全部又殘血了 但是後面要補了更多自爆法 兩個自爆法過來前線 但是發現對方的一艘戰船都沒有了 這邊要稍微做一下圍操 這邊要稍微散一下 散一下的話比較好做炸動作 因為如果全部聚在一起 自爆法就可以直接輸出掉了 自爆法第一時間去找對方的兩艘自爆法 這邊來直接分兩個 要1換1 OK 上面炸得不錯 下方自爆法再來炸個一波 能追得到嗎 OK 但是還造一發火蒙頭的傷害 那目前看起來魚船戰艦 這邊又回到55K 那但是WP2現在還有這個魚船的優勢嗎 看一下魚船 喔 還有在補 哇 那目前WP2領先兩艘魚船的經濟優勢 但是下方立陶宛的魚船沒有被抓包啊 沒想到以為他的魚船都被打掉了 結果他躲在角落 沒有這個視野看得到 所以目前兩邊都是魚船二二開 哇 這個海戰打得蠻精彩的 稍微細節都有做到 欸 這邊要炸個一波 哎呀 哇 炸得很好 後面這個殘血收掉 前面滿血的 也幾乎炸到快要沒有血了 好 那WP2這邊看起來海戰打得還是不錯的 那立陶宛這邊也蠻厲害的喔 他把自己的 本來烈士的一個戰況 慢慢打了回來 那WP2現在戰團數量不多 也不會太想要太照鏡 這兩隻水牛直接被魚船招走 哇 直接少了300肉 有點可惜喔 這個水牛對立陶宛來說應該也是重要的經濟 好 這邊WP2拉來一隻村民到了立陶宛的後方 這邊是不是想要來幹一些壞壞的事情呢 然後蓋個什麼馬舊之類的喔 以上城堡時代喔 就有騎士在後面開砍 那之前 黑拉用開小號 在我們頻道上面 我有拍下那個影片喔 他用這個 村民偷渡到幼的家裡喔 直接蓋馬舊 長建築 超級狠 剛剛那個死角沒有看到 但是這次情況不一樣啊 立陶宛這邊是有看到WP2的村民的 這邊要長建築不開可能 中間的部分 WP2要上前要想要打一波 但是立陶宛的戰船數量實在太多了 自暴法也拿到一定的優勢 但後方兩發自暴法過來 只要來撞了一波 唉呀 這邊只撞到一燒了 有點可惜 這邊撞到殘血的 唉唷 這邊立陶宛微操操作不錯 殘血的自暴法沒有馬上撞到喔 這個都是撞到殘血的 而且都沒有撞到任何一台 大陸屁圖的村民這一隻也被追殺掉了 目前立陶宛拿上了一個上風 第一時間伸到殘寶實在是立陶宛 點一下的是奴炮戰船升級 那這邊會趕快開一下TC嗎 我覺得這邊開個TC不錯喔 或是上方喔 對上方這邊 因為這裡有金礦喔 因為如果你這邊一直被鎖住的話很麻煩 這邊的話最好是蓋個什麼建築物之類的 城堡手下左邊這個地區喔 但是中間金礦也是蠻重要的 喔 這邊炸得不錯 這兩艘被炸到殘血 OK 那現在目前立陶宛有時代優勢喔 可以繼續照進 但是自暴法的傷害是很高 哇 直接炸到兩艘 立陶宛這邊又陷入了困境 這邊再炸個一波 殘血收掉 哇 本來有奴炮戰船的一個升級優勢 火戰船的一個升等 但現在搞得好像沒有優勢啦 這個就是海戰的一個問題喔 世紀帝國的海戰就是 你炸我我炸你 然後戰船升級 大概是這種感覺 這邊兩艘直接激活一艘 剩下三滴血沒有收掉 稍微可惜了一點 下方這邊開始壓的過來 那修道院已經補下了 生女開始在撿生物 撿生物才是立陶宛的一個重要核心的問題 這邊看到了生物 那中間這個生物可能要趕快撿 待會可能沒機會可以撿到 那WP2也是要趕快去搶生物喔 不然被立陶宛生物全部撿走的話 他後期會很難受 而且這張圖現在看起來對WP2不太有利喔 生物都在立陶宛的家裡附近 上方這邊 就再打個一波 這邊再炸一下 數量上WP2拿到一個血 一些優勢在喔 那這邊WP2又按了三招 爆破船 要來直接爆破一波 但是下方我們生女也要做一招 滿血戰艦的一個招翔動作 啊來不及招翔到 算了就直接遠地倒地了 哎呀可惜了 要是能招到這個戰船的話 戰局可能會完全不一樣喔 好自暴跑過來炸個一波 OK把一艘滿血炸到三線直接收掉 這邊要炸 哇立陶宛這邊直接被炸掉一條滿血的啦 哎呀 血量又偏為略低啦 好那這邊要不要來開始挖石頭呢 這邊趕快挖石頭去搶中間城堡 可能會不錯的 好這邊直接撿生物然後勝率直接被炸死 把立陶宛想要撿中間這個生物有點不太容易了 右邊這個生物也可以趕快撿 上方這裡也是喔 他應該都是有看到這個視野的 好這邊直接去招自暴船來得及嗎 感覺來不及 哎呀老頭一直被炸死 中間這邊村民也被火火給燒死了 這邊WP2直接用一個自暴戰術 拿下了海上的優勢 立陶宛這邊經濟越來越慘 但是又不能放任對手爽爽捕魚 對雙雙捕魚的話對他來說會很慘喔 因為對方落量會有點爆表 好這邊生女想要繼續往上嗎 還是往下呢 下方目前只撿到了一個生物而已喔 上方的生物還沒有撿 中間這個生物也沒撿起來 WP2這邊才剛知道生女而已 那目前看起來WP2是有一個小小的優勢在的喔 但是目前立陶宛村民是比較多一點喔 63村了 那WP2雖然拿上了海上的優勢喔 如果現在要擴大自己的優勢的話 要趕快補下TC喔 然後趕快去補魚喔 對WP2是一件好事喔 那中間呢可以的話 這邊再蓋個城堡 那有人會說 為什麼他們一開始要在前面蓋一堆房子在前面喔 主要是因為想要讓對方沒有這個空間喔 可以去蓋城堡喔 或是先占地為王 先把這個地站起來 待會可以自己低調房子去蓋城堡也可以喔 所以前期在中間插房子是一件蠻重要的事情 才可以確認自己有足夠的空間 可以去蓋房子喔 蓋這些城堡啊 或是房屋建築 這邊稍微 哇這個僧侶太慘了 每次招都招不到 立陶宛已經有四隻僧侶 慘招這些戰船的攻擊了 往下瞬間招 招下面的 對招下面的 來得及嗎 哇 戰船跑太快 勝率追不到 那目前打了P2 海上的霸權 看起來是拿下了 立陶宛要再繼續打的話 可能會有點困難 戰船部分有在出 但是沒有自爆法 沒有自爆船的話會很難打 好 中間打了P2這種TC蓋起來了 這邊可以開始大彩黃金了 那這邊中間如果一直拿不下來的話 立陶宛現在要去中間這邊蓋城堡也是有點困難的 而且這根哨戰我覺得打得很好 這樣打P2就可以一直知道立陶宛的一個戰艦的情況 到底有多少 而且也比較不容易直接 忙視野去撞到對方的自爆船 這是一個打P2的細節 這個哨戰插得很不錯 如果立陶宛也可以在這邊插個哨戰的話 對他來說 視野來說會更好一點 比較好預判對手的一個位置 戰船也來說也比較好炸 這邊直接再炸個一波 血量掉了很多 這邊聖旅還是沒有招牆到又倒地了 哇 達魯梯圖這邊海上又是又在擴大 這邊炸船就炸個一波 炸到兩艘就很賺 我個人覺得炸船只要炸到兩艘就是賺的了 因為平常很難得會看到三艘以上聚在一起 兩艘就很賺了 好 那立陶宛這邊經濟已經快上到了帝王時代 這邊可以考慮停下戰船 開始去補下自己的科技 這個大學修道院補下之後 就可以點一下帝王時代的升級 那點完升級之後就可以趕快蓋城堡了 那城堡這邊選址位置是相當重要 看要不要選擇這個位置 因為你現在這個潛攤過不去 要蓋城堡有點困難 那如果蓋這個位置的話 就可以出列提斯 稍微防守一下自己的碼頭的部分 這邊拉魯P2還出了兩隻輕奇兵想要來打聖旅 這邊看來一開始可以收掉一隻了 聖旅沒有空 三刀倒地 這個還不是輕奇兵喔 只是刺頭而已 這邊炸船再炸個一波 數量右邊少了一點 哇這個製造船直接炸這個房子有點可惜喔 然後說再一提喔 這個潛攤地方喔 人可以通過之外也可以在上面蓋建築喔 所以這個房子是可以蓋在上面的 但我覺得房子盡量不要蓋在這個海上比較好啦 因為你那個製爆閥或是燒船 可以直接在上面開燒喔 所以還是蓋在這個綠地地方比較安全一點 結果也沒蓋在這個角口 如果是我就想要蓋這裡 蓋這裡就比較香一點 但是如果蓋這裡的話 對方火燒船可以一直燒 也是蓋起來之後才可以防守 好 自爆閥出來能炸個一波嗎 哎呀 能炸到 但是效果並沒有很好 邊色有稍微散開一下 這邊炸到一個殘血的很算 大陸P圖優勢越來越大 但是地龍時代還沒有點下 那目前開始慢慢轉出這個奴炮戰船 奴炮戰船轉出之後 就可以稍微對地有點傷害了 那下方大陸P圖還蓋了一個BK 看來是要來直接把這個修道院給端掉 把裡面的生物給搶出來 這邊還有一個減生物被抓包 WP圖這邊阻止生物的一個戰術 打的還蠻不錯的 那立陶宛這邊生物減的有點慢 我覺得他有點太執著了 要用這個蒜鱗去招搶對方戰船 導致自己減生物的進度偏慢 這邊 修道院應該也是不薄了 城堡蓋好之後要來開始打這個 烈提斯了嗎 有在出烈提斯喔 兩個隻烈提斯出來了 烈提斯出來 現在攻擊力是13加2 原先只有兩個聖物 一級攻二級攻也沒有點 這邊果然出了攻城戰象 這邊立陶宛的一個騎士 這次最好是趕快 誒 自滴 OK 自滴的話 這樣子就不會被找到 對方的森綠也會重新施法 不能做招翔 立陶宛這邊還是做到一個細節 但是中間這邊海上要打回去有點困難 但這邊漁船是有點控錯啦 直接送到前方 大陸P圖的一個海上優勢 漸漸沒有了 但目前是有海上軍事優勢炸 軍事感覺海戰還是有點東西的 但下方這邊聖物可能趕快要拿回來 還有這個戰象也在那邊頂 也是個問題 好 這邊直接直插一個城堡這個地方 那目前WP就趕快要拉戰船 跟自滴法直接來炸這邊蓋城堡村民 不然這邊可能會出事 這邊要直接騎個城堡 我就知道 這邊蓋DTC一定是這樣子 那目前立陶宛沒有這個村民優勢 蓋的速度一定是比較慢一點的 這邊蓋起來我不確定會不會比他快喔 可能會慢一些 而且能蓋得起來嗎 是個重點 會變道德寶嗎 哇 蓋起來了 18 80幾% 要來硬蓋嗎 90%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死了100了 那這邊可以考慮直接出巨頭 或是用這個自爆 這個自爆可能有點困難 這個情況有點擋住了 還是用巨頭比較安全 但現在問題是立陶宛這邊沒有安全的地方 可以讓他放巨頭 這邊放海上的話 很有可能會被自爆法直接撞掉 這邊上面海戰直接壓到WP圖的家裡 但這裡沒有空好 後方好勝利在做著翔動作 WP圖這邊還是有點優勢戰 畢竟這邊是人家的碼頭 一出船就馬上可以迎戰對手 上方的戰團數量也是越來越多 立陶宛這邊很努力的 想要打贏中間的戰局 但是這個巨型頭司機 可能要趕快守住會比較好 因為上方如果守不住的話 很容易巨型頭司機就不能安全的輸出了 這邊頂個一波 上去前壓海戰打得很好 下方果然巨型頭司機 直接潰敗之後 巨型頭司機遭到干擾 雖然城堡打這些戰團傷害很高 但是沒辦法第一時間做一個處理的 因為沒有彈道血 在移動中還是射著點歪 剩下兩台巨型頭司機 但是後方有更多戰團過來做一個防守 這邊利用卡位的方式 可能還是要一台巨頭直接被打掉 OK這邊燒了一波 上方這邊再燒一下 OK這邊越燒越多血量掉得很快 火戰船燒 弩爆戰船是有點counter的效果在的 OK那這邊城堡力超然的城堡力優先掉了 因為後方要安全的去做一個修城堡動作 後方這些戰船要開始死守巨型頭實機的位置 後方巨頭還是要趕快繼續按 但是這邊上方的火戰船沒有空好 直接被圍毆 出量上明顯是個劣勢的 但是下方慢慢拿回來了 這個攻城戰箱打船會很痛嗎 沒傷害 OK 下面兩個這個生物 立陶宛趕快一撿 再撿到這兩個生物 立陶宛的一個騎兵 就會變成最強狀態 這邊沒有空好 又要吃城堡的箭矢傷害 這邊是只要硬燒的意思嗎 到後面有村民在修 應該是很難修回來吧 戰船還有可能會白給 來得及嗎 來得及修嗎 3 2 3 4 4 5 5 6 6 7 7 8 9 9 10 10 哇 被修回來了 剩3第一血的時候 即時拉良村去修理喔 哇 戰況馬上又變成不一樣了 立陶宛這邊本來有點優勢 現在遊戲又煩了回去 下方的戰船這邊想要再進攻 但是這邊能進攻到東西嗎 感覺也沒什麼 現在敵方的戰船都在自家裡喔 而且這邊火炮戰船 火炮也出出來了 這邊火炮一出來之後 巨頭也不好輸出 而且自己立陶宛也沒拿到中間的金礦優勢 這時間越打越久 立陶宛會越來越不舒服 黃金上會有點少 那家裡的黃金也是挖得差不多了 也不多 所以一定要趕快去攻堅喔 他要把這個生物撿起來喔 那目前立陶宛看起來是比較安全一點的 打法喔 比較保守 並沒有躁進 那目前WP2家裡還有一塊金礦 保命金 那這個金礦越挖越久 我覺得對立陶宛會很慘喔 立陶宛也是一個很吃黃金的文明 但這邊戰船又拿到一個優勢在 立陶宛這邊感覺還不錯 打落屁股這邊戰船屬然變少了 變少原因是因為他出火炮 火炮需要的黃金跟木頭很多 所以戰船數量自然會少 這邊奴炮戰船升級 點一下化學 看要不要點一下火炮戰船喔 只是用火炮戰船來炸這個城堡 好像也是不錯的選擇 而且又有機動性 而且也可以試死喔 反制對方火炮 越蓋越上去 這邊要找一個陸地進攻了嗎 這個城堡就直接無視他了 欸這個自爆船沒有 痛喔 哇爆炸 果然 再炸個一波 哎喲 一發一個自爆船 好痛 好上方這邊越來越多兵 抬聚在上面 打落屁股拉一些疾兵在上面做防守 但是 烈提斯部分明明有出喔 他這邊是不出烈提斯的一個打法 好這邊利用自己的槍兵優勢喔 高速的去巡邏 好下方戰船 可以抓到一台火炮 哇這個火炮應該是沒了 哇抓到一台火炮很正 那這邊城堡直接做一個攻堅 但是後方還是有這個火炮在做輸出 好這個座城堡能夠守下來嗎 後面有村民在修林應該是可以 這邊好像在潛壓一座城堡 有點太照鏡了 完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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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多村民直接被燒到 生活無法治理 四處亂竄 在海上玩火啊 剛剛在水上玩火 怎麼聽起來好像某個事件一樣 哎呀哎呀被燒得有點慘 好這邊燒得還不錯 但這邊城堡有點危險喔 因為沒有太多的單位可以做一個助手 對付對方的巨星投石機有點困難 戰船數量還不夠多 這邊點下了火箭技術 火箭技術點下之後 城堡 對還有箭塔 對這個船的傷害 會有這個明顯的倍增感覺 好這邊有大量的疾兵 直接上去開同對方的一個單位 這邊疾兵沒有點二攻喔 所以傷害很慘 所以立陶寬的疾兵傷害會稍微差了一點點 去做一個打村民動作會不太好 好這邊直接巨星投石機開始拆 下方的一個單位越來越多 好普羅過來 這邊是什麼 直接要來蓋黃金礦 哎哎哎哎 這邊太誇張了 直接吃城堡 哎呀哎呀 這邊是想蓋城堡嗎 結果沒辦法蓋 還是才是怎麼樣 哇有點看不太懂 這一波操作WP圖拿到點優勢 但是這邊兩台巨星投石機可能要挫賽了 上面的巨頭直接試巨頭開拆城堡 沒辦法守住 這邊又拿村民直接來開巨頭 但是來不及 上面城堡還是垮了 正面有更多的戰團研了過來 想要來挖金礦 哇這一場打得非常漂亮 右邊還有巨星投石機想要來過來偷拆 這邊偷拆被發現 大羅P圖馬上拿了一堆村民去做修理的動作 但上方的部分目前家裡感覺 經濟越來越慘喔 並沒有很好 這邊打了P圖這邊石頭也挖完了 麗桃也是喔 中間要蓋城堡有點困難 這邊可能還是要靠大量單位去防守 第一時間火炮出來直接做個反擊 巨星投石機可能趕快修理 有看到 直接反擊收掉火炮很賺 這邊又可以再撐個幾 多一點時間 這邊打了P圖升級的重型爆破船了 重型爆破船移出來 畫面就不一樣囉 這邊爆破船的血量會有提升 而且攻擊力140喔 很高喔 可以直接炸掉一隻重型弩號戰船 這邊想用蓋界塔 但是這邊下面就出面直接 拿這個全套開扁 這個箭塔就算蓋起來可能只能射個幾箭就沒了 但是這邊自爆船炸得很不錯 均勻扣石機只會被炸掉 這邊開始起箭塔 因為兩邊都沒有太多石頭 箭塔都是互相騷擾 互相射射 但利桃玩沒想到可以這邊 努力拿上金礦的感覺 但在這邊 大陸P圖把這根箭塔給修回來了 這邊開始升級防護一箭塔 防護一箭塔升起來之後 效果就更不一樣了 但是利桃玩這邊 箭塔還沒升級好 中間部分拿得有點慘 好像要撤退了 但是一撤退的話就沒有黃金 黃金的話 立陶宛還能再繼續打嗎 這邊還有兩根防護箭塔 OK 那立陶宛的防... 箭塔攻擊都已經升到最滿了 但是目前一直吃到這些箭矢傷害也是蠻傷的 雖然對方還沒有點火箭技術 大陸P圖應該有火箭技術吧 應該是有 很少人會點 因為大部分都是打阿拉伯 好 但是目前如果 立陶宛這邊這根箭塔能起來的話 對他來說是一大優勢 好 那目前沒有攻城系列關係 現在要稍微有點困難 但是後方開始有越來越多級兵在做個攻擊 但是立陶宛的級兵是打不贏對手級兵的 因為對手WP圖有烏茲鋼 而且三攻三防都有 但是立陶宛是沒有三攻的 所以這個級兵上鋪錯的話 絕對是錯不贏的 後方這邊直接再做個開打 但是正面這包船沒有過來支援 好 來炸了一波 OK 哇 直接炸掉三艘 炸得非常漂亮 第二波直接炸後面滿血的戰艦 OK 再炸一下 直接打三艘 這一波炸得非常漂亮 立陶宛戰艦的優勢又再度沒了 但是下方補下了非常多的輕騎兵的一個升級 好 這座也進攻了 現在要來多線騷擾 目前立陶宛中間打不贏 開始慢慢轉向 開始打上面跟下面 下面開打之後 開始拿自己的火炮 開砸對方村民 哎唷 直接砸死山村 非常漂亮 好 那中間的箭塔也是全部端掉 這邊趕快拉村民來修理 好 這邊開始反擊 火炮開始在躲 趕快在躲 躲得不錯 好 鏡塔起來之後 就可以趕快叫村民來挖金礦了 有金礦 立陶宛還能再戰十年 但中間這個位置 哇 下方太多 村民直接被輕騎兵砍在地板上了 好 這邊還補下更多的均勻 後方這邊輕騎兵也是過來做一個攻擊的動作 但這邊有兩隻疾病騷擾 做防守還不錯 中邊的自爆船又炸了一波 這邊有大量的火炮直接原地倒地 哇 中間又沒火炮了怎麼辦呢 立陶宛感覺不太妙 現在火炮是立陶宛的唯一希望 所以火炮不能停了 要趕快繼續做 這根劍塔也是要趕快修一下 目前海戰部分是立陶宛拿上個優勢 WP組的戰船基本上已經是沒有了 所以目前只要用這些戰船做個cover 但是這邊戰船要cover很困難 因為這個城堡太麻煩了 這根劍塔是不是要被連根拔起了呢 看起來是沒了 來不及修 哇 這邊太忙了沒時間控好 現在立陶宛很努力的在多線進攻當中 但達魯P圖家裡一直有疾病在做防守 這個效果會不會很好 這就不太清楚 這邊火炮炸了一波 哇 兩村直接倒地 上方戰船 現在沒有事情可以做 那這邊這兩根劍塔還是騎得不錯的 但是立陶宛這邊還有400多金礦 那400金礦會再繼續出火炮嗎 那這邊木頭真的是一點太多了 趕快轉一堆農田出來 出更多輕騎兵 或者是出卡頓毛兵 進去裡面打個一波好像很不錯 畢竟自己有三攻三防 立陶宛 這個毛兵打對方疾病也很好用 這邊直接開戳 這邊大量村民直接收村 這邊戰船 數量少 這邊火炮再打一個村民 遊戲時間已經快到了一個小時 就是立陶宛的村民一直都是 跨到接近200人口 滿人口的騷擾跟進攻 還有採集資源 但是達洛P2村民一直在 達洛P2的單位一直在 120左右的一個單位而已 經濟上有點偏慘 下方的一個伐木區一直被騷擾 所以達洛P2的屋子剛 似乎是沒有點出來的 屋子剛沒有點出來的話 要打贏對手是有點困難的 因為對方使用大量的經濟 直接做個擰壓 哇 這邊一直戳 數量優勢 這邊確實 打到非常多的村民 中間火炮想要再繼續進攻 但是這邊有戰船來追逐 回頭打一下 沒辦法 但是後面有火箭箭塔在輸出 箭塔打戰機很痛 但是火炮死的速度也是非常快速 哇 目前達洛P2這邊進攻感覺有點慘 村民樹已經降至升85村了 連87村都不到 哇 這邊疾兵戳得很爽 這就是立陶宛的疾兵的優勢 跑得快 很容易貼到村民 這邊黃金可能真的是有點難拿 來拿下來 所以這邊不打了 不打不打你中間的黃金地區 我直接打你大本營 直接端掉你的根據地 中間拿不下來也沒關係 只要你沒土地蓋房子蓋建築物 你就沒有地方可以防守 或是在重啟爐灶 可思立好玩現在的想法 既然中間打不贏 我就打你家 哇 這邊疾兵直接無視TC 開始弄農田 這邊直接斷肉斷到生活法治裡 三肉七木八金 太慘了吧 這邊直接硬買一個城堡起來 城堡起來的話 稍微就可以守住了 家裡沒有城堡實在是太麻煩了 那我覺得這個城堡也沒有蓋得非常好 如果是我想蓋這裡 這邊是TC跟TC的中間 中間還有大量農田 或是這個位置 都可以 他蓋一個比較偏外圍的地方 哇 春運多米在做的是 立陶安這邊經濟非常好 肉有2000多 這邊買賣一波 哇靠肉怎麼可以賣這麼多 59 57金 哇 直接把黃金又補了起來 哇 這裡看起來是有人在買肉 那個人應該就是達魯皮圖了 達魯皮圖在買肉 中間這邊疾兵依舊在騷擾 這邊後面直接在你家後方補馬就 太狠了 立陶宛 中間雖然沒辦法挖黃金 但是用自己的買賣 再加上強大的軍事跟經濟實力 直接壓過去了 上方越來越入侵 這座城堡也蓋好 現在立陶宛很明確的可以從上方進攻 上方進攻除外 下方還可以繼續用擊兵做騷擾 哇 立陶宛的一個想法思路非常明確 中間的戰況已經阻止了 沒有再繼續做進攻搶奪動作了 現在全心全力的想要把中間這邊打完 那這座城堡是達魯皮圖的最後希望 達魯皮圖自己轉出了這個邊界兵 邊界兵打步兵效果很好 而且有第一下蓄力的功能 第一下會特別痛 這邊戰船直接打爆這邊 哇木頭的村民 哇這邊戰劍燒得非常好 這根劍塔再起來可能會有點麻煩 趕快拉一堆村民去做一個 拆劍塔的動作 但是後方有更多的輕騎兵過來砍擊 哇這邊越砍越多 這邊村民又沒有辦法安心的伐木了 完蛋 這根劍塔起來了 伐木又沒了 又要被逼到危險的地方去伐木 但其他地方也被立陶宛做一個建築採點動作 沒有辦法安心的去伐木了 後方農田也沒辦法 東間金礦搶下來 卻沒有辦法浩浩的做採集支援動作 太無情了 直接把對手軍揚起來 立陶宛確實海戰士輸了 但是WP圖路上是輸給了對手 打殺了繼續 立陶宛這個想法很好 中間真的想不贏就轉陸地 然後一直在拖時間 他也不是第一時間去放棄中間搶奪金礦的一個意圖 你看他在這邊用了很多心力 跟對手去交換火炮 還有讓對方插更多箭塔 讓他把所有的石頭資源投資在中間這個地方 然後導致他在第一時間WP圖沒有更多石頭 可以在家裡插城堡 所以導致他家裡沒有東西可以防守 然後兵就一直可以源源不絕 進去裡面騷擾 然後他在騷擾他家裡之外呢 又再出現火炮去吸引對手來看中間這個地方 但其實中間他這個意圖已經有點放棄了 只是想要單純騷擾對手而已 所以導致打LP圖一直在前中前中這樣一直看 到底要看哪裡 中間不能掉也是個問題 家裡也不能掉也是個問題 所以導致打LP圖我們要把一個好好的農上去 然後做一個防守的動作 因為他覺得他心目中中間這塊金礦還是比較重要的 家裡這邊可能被騷擾 稍微出個幾兵防守就好了 確實正常的觀念實路是這樣沒有錯 但是他忘記立陶宛家裡基本上是沒被騷擾的狀況下 反而是自己家裡 然後中間這邊損失太多的東西 或投資太多東西都在這個地方 所謂的把基蛋都放在同個籃子裡 就是這個問題 導致他這邊經濟有點潰敗住了 好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部分這邊是有點下三級農田 所以立陶宛的農田是非常穩定的 弱量也是非常的好 直接是打LP圖兩倍弱量 連木頭也是 所以基本來說 立陶宛並不是贏了戰術 而是贏了經濟 經濟是完全屌虐 生物部分也是拿到三個 也算是小小有點優勢 雖然前面有點臘草 這個生物一直撿不回來 導致他這邊列體絲傷還沒辦法出場 但是利用自己的疾病高速移動 去做騷擾動作 也是打出一片風采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再幫我按下訂閱 也同時也幫我按個喜歡吧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